台北市昨天大雨狂炸 大龙洞设宅的楼梯间惨变成淋浴间 因为强降雨导致顶楼严重的积水 结果排水不及全部都往楼下灌 让住户超傻眼 还有人出门差点就滑倒 也让议员痛批 北市府的施工品质大有问题 水哗啦哗啦不停往下灌 民众出门超傻眼 楼梯间怎么变成了淋浴间 台北市周日暴雨一整天下个不停 没想到外头大雨 民众家里也下起小雨 楼梯间更出现水连洞的景象 但这可是台北市所盖的大龙洞设宅 水还蔓延到一楼大厅 设宅到处湿答答 还有住户出门因此差点滑倒 警察原来是大雨导致顶楼严重积水 而屋顶排水孔无法排水 才会沿着逃生梯宣洩 一早住都中心人员也到场检查电梯设备 更要了解排水系统故障原因 只是这早已不是第一次 北市社宅出状况 那这就是柯文哲任内所盖的这个所有色载的一个品质的问题 要求蒋万安市长他必须立即彻查 因为他101年就启用 包括出租中心等相关单位 会研理怎么样来强化整个排水 以及防灾的相关设备 接下来综合报导